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晚间时分 多名远景来到居酒屋 店家仔细一一描述稍早爆发的冲突 原来不久前顾客觉得餐点口味不佳 竟然就直接攻击公读生 但也看断现场画面 事发就在台北市大安一家居酒屋 有位消费者不满公读生提供的餐点味道太咸了 以及服务的态度不佳 竟然就出拳攻击零性公读生的头部脖子等处 店家健壮赶紧报警 店银听断访问 一公的餐点口味太咸 以及认为员工服务态度不佳 进而出拳攻击 而事后零性公读生就一后拿出诊断证明书 到派出所提出伤害告诉 警方也通知嫌犯盗案说明 后续喊请台北地检署证办